大家好 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 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 收听今天的分享 在1957年 公鸡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在1957年 公鸡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每个人的运气都可能是由八字决定的 尤其是在不同的年份 由于每个人的运势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生辰八字都是极其重要的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只 出生于1957年的公鸡 在1957年 公鸡的预期寿命是多少 他们通常能活多久 1957年属鸡的寿命多长 1957年 今年出生的人 活到70岁以上的几率很大 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照顾自己的健康 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整体健康 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 重要的是要记住 他们的健康运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他们注意保养 即使他们的健康运气不佳 他们也会蓬勃发展 1957年 属鸡的是什么命 1957年出生的人 被认为是山下火灾年出生的人 属鸡的人是独立的 生肖属鸡的人天生具有敏锐的直觉 这是他们能够以任何他们认为 合适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 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导致自己的人气因此受到影响 不好 在工作中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变差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及时修复自己的错误 那么他们的人脉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不好 工作上和别人的关系也会变差 1957年属鸡的如何延迟寿命 一 属鸡人要注意劳逸结合 中午休息 补充睡眠 不要熬夜 什么也不要做 作息规律 这样才能改善精神状态 有规律的工作 和休息 以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 一 属鸡人要注意劳逸结合 中午休息 补充睡眠 不要熬夜 什么都不做 二 胃防三高 属鸡人在饮食上 应尽量少吃荤食和油腻食物 他们需要根据季节调整饮食 不能为了满足好奇心 而强迫自己吃不合口味的食物 他们还应该注意 所吃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